我们读过一个故事 印象特别深刻 这个包容的心到这种程度 真是令人动容 就是一个司徒 马森 司徒算教育不早 他的父亲40岁左右才生孩子 生了一个儿子 家里很宝贝 结果婢女有一天不小心 抱的时候失手 这个孩子跌下去 当场就撞到额头去世了 他首先发现了这个情况 他赶紧让这个婢女离开 赶快回家去 他一个父亲40岁得子 当下遇到的是丧子之痛 他居然没有动怒 马上为这个婢女凿想 让他赶快走 结果自己主动说 是自己不小心 孩子撞死了 结果他的夫人看了伤心欲绝 控制不了情绪 撞他的身体撞了好几次 突然问了一句话 那个婢女去哪里了 结果他已经走远了 这个婢女回到家 他的父母了解这个情况 每天向上天祈祷 这么好的人 你不能让他没有子嗣 每天拜天地 祈求神明保佑他还能生贵子 志诚感通 没多久他的夫人又怀孕 生下来这个儿子就是马森 当了教育部长 那儿子就会不得了 那儿子就会不得了 在这儿子就会不得了